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 是因为出现信任危机 丈夫怀疑妻子情感外移 只是希望她不要跟那个异性再继续下去 不要再玩不要再玩感情 妻子则认为丈夫无理取闹 跟她解释了 她还是重重反反复复复去问你 我感觉就不要去解释了 解释也等于你 而这一份不信任都是源于一件往事 我打击是最大的 我养三个月才有这种阴影才走出来 我心里面伤伤是很大的 但是我没感觉了 你全说实话可以 这是实话 到底是什么往事 让他们走到离婚的地步 她给丈夫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为什么一提及这一事 丈夫就情绪激动离开现场 我可以重拾一下吗 今天他们是否可以重拾信任 他们的婚姻又能否继续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吕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谁先来说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一个家庭 朋友圆圆的 就是完整的一个家庭 现在的不完整指的是什么 就为分居四年 我希望一家里好好地在一起 结束这种分居 好 李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离婚 彻底分开 我领无可领的 到极限了 分居四年 如今夫妻俩一个想要和好 另一个却要彻底结束 两人的诉求截然相反 那么四年前 他们是因为什么分居的呢 四五年前我买了一个手机 吵到最后在工厂打架 一个小小的手机 为什么会引发夫妻俩打架 他又是如何让这对夫妻 出现情感裂痕的呢 她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个手机 花了两千多 因为我平时知道 她是舍不得买两千多二斤手机的 平时都一六七百的 我上那里发票我看一下 她说没有 她说跟那个婆婆 剪线头的婆婆 是店里买的 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厂里去 我就找那个阿姨 我说我也想买一个 你在哪个店买的 她说不出来 然后我问她哪个店 她也说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她说是别人帮我买的 我说别人帮我买的 那你哪个店去出来 她跟有一个 人家有家庭的联系 那是我朋友 以前那个银铜汗码 是我买的 可以打那种通话记录和等信 你为什么去打通话记录呢 因为不正常 她躲在被窝里面 都会发等信 然后三星半夜 人家打电话过来 叫她出来 一时一顶钟叫她出来 她说我老公在家 因为这些 所以你去打了通话单 对 然后我打了电话对方 我说你有你的家庭 我有我的家庭 不要来互相的 她说我没有 她说经常频繁联系 躲在被窝里面发信息 有这个情况吗 没有 那为什么 只是偶尔非联系 我跟你说 只要我联系一次 在她眼里 都是叫频繁 那人家十一点钟 打电话 你都被窝里打电话 干什么呢 你发信息干什么 当时你也在 我好像没有避掉你 我从来没有背着你 说手机上密码 另一件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她这个怀疑 完全是没道理的 对 当时这个手机的事 可以说得清楚吗 说得清楚 为什么你不愿意说 因为我感觉 跟她解释没用 跟她解释了 她还是重重 反反复复复去问 我感觉就不要去解释了 解释也等于零 我干嘛还要去解释 每件事都是这样 又不是一件事 你们四年前分居 也是因为 类似于这样的怀疑 一直都是纠结这就是 不单就是为这个手机闹过 先前我去上班也闹 说我上班就是到外面去偷人 后面又是我一个同事 他开了一个板房 我就在他那里上班 他就有时候家里有事 他就会先走 他走了以后我就说明 他就在楼下等我 他说从楼上下来的一个男的 对他笑了一下 他冲上去的时候 吓我一大跳 你衣服就穿好了 我当时感觉莫名其妙 我说你干嘛 刚刚下来的那个男的 对我笑了 就一路骂飞家的 我的眼里面 浓了那个杀 我就是欢迎他这一点 在李女士看来 生活中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丈夫对她的怀疑 这种感情上的不信任 导致她们在婚姻中 常年争吵不断 终于在那次因为手机而大打出手之后 李女士气愤地跑回了娘家 从此和丈夫分居 不过这让吕先生感到更加不放心 在分居期间 她常常跑去李女士工作的地方查岗 还闹出许多不愉快 我所有上班的地方她都去过 有两个厂我去过 最少去过五个厂 反正只要她接我下班 就是从哪个厂里 就是一路骂飞家的去 丈夫的严防死守 让李女士无法正常工作 上个月 吕先生又闹了一出 而这一次 李女士终于忍无可忍 下定决心要离婚 最后一次让我彻底死心的就是 上个月 我同事在我小区买了一个房子 看怎么装修 刚好当到中午了 我就说你顺便到我们家来吃个饭 下午你再看一下房子怎么装修 我不可能在路上看到同事 不叫人家进来吃顿便饭 刚好又是中午 然后我同事说他家要打墙 他是打墙的 本来我也是好意 介绍他去 他就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男的 我就跟他提到了 中午我同事在我家里吃过饭 然后他就说你还把他带回家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怎么男的你都往家里带 他说买房子都买到小区来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以后走往的就方便 你家走走 他家走走 然后我还跟他解释 我说人家是买的分房 人家比我小一十多岁 他说偷情还管年龄的 就在家里大吵大闹 他说没离分你就搞分卖店 然后我小孩就把他叫出去了 然后就走了 我要强调那个 前天我们打电话 他从事来买到房 顺便把他打下 我说我没时间打 那我就问他 男的事女的 他说男的事 那我就叫他 我说你刚才男同事带来家干嘛 你毕竟明明都不会把男同事带来家里来的 因为你都不准我进门的人 是吧 我就这样说了 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叫他拿个号码给我 我问一下他 你们有什么关系 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 不要随便带来家里来 我就不拿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你们什么关系 我是不信念的 第二天他就到公司去了 那公司干什么呢 大公司把我同事找出来说清楚跟他什么关系 而且不是叫他一个是叫我部门所有的 这个场面好尴尬 反正我就想问一个明白 我心里才会踏实 他叫了三个 那这个时候 吕先生有没有想过 万一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他在这方面 我确实是不信任的 事情越来越恶化 也惊动了我领导 我领导出面了 然后那天我刚好感冒了 戴着口罩 他就冲到我身边来 我就躲了一下 因为说实话 他之前打过我 我又怕 明白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对 然后我领导怕他打了我 你知道不 用手想摘下我的口罩 我就说我感冒了 我就没躲 就这一下 他说那是亲密的动作 就一直为了这一件事 就是说所有的都是亲密 你不要跟你同事走得那么亲密 我说怎样才叫不亲密 怎样叫亲密 那个领导过去 都可以碰到脸上那样的 我说你不应该这样 因为你已经超过了 你们同事之间那种关系 超过那种底线了 还有一个开车的 他说我经常听你老婆上班的了 那就在你看他身边的那几个人 都有问题 都有嫌疑那种的 反正我不相信他那种 我就是不相信 哪怕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 那边可以不上岛 可以到别的地方住 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你决定彻底分开吗 到极限的 我只希望他那个 听我这一句 不要走以前的老路 李女士已经无法继续忍受这种 令人窒息的生活 她想从这段毫无信任的婚姻中 解脱出来 可是李先生却是一副 都是为妻子好的口气 为什么他会声称 是为了避免妻子重蹈覆辙呢 为什么他对妻子的怀疑 会到近乎疯狂的地步呢 她之前就出轨过 我不相信她是纯洁的 李先生指出 她的不信任 是因为妻子在婚后第二年 就背叛了她 正是这件事 让她心里的怀疑 像曼草一样肆意疯涨 可是李女士却坚定地否认 背叛一事 没有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那一年 她完全就认识了好多男的 然后她跟人家 一个姓茵茵的去上东了 那一个月我查出来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男的了 那个回来了 那个男的开始不承认 我说通话记录都打出来了 要不然我报警 我说我没有别的 我只希望 你不要以后再打电话 因为不要再疼我这个家庭了 然后这个男的说 我也不知道 你老婆跟我认识 两个月不到 会跟我出去 你老婆说要出去 他说你老婆每次 一天两三个电话打给我 一打最少都一个半小时 说话好娘的 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做一点小心点 就是这个男的跟我说的 这个男的跟我说的 然后我爸这个原话 说给他听了 我只希望你 不要再去玩这些东西 这是破坏家庭的 你怎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出去 那是我确实是好伤心 他那边开个伤费 他说要带我去 我好高兴 就到了那一天早上 我就叫他起床 他不起床 好 叫不起来我也没办法 我就去管小孩的早点 等他看的时间差不多了 他爬起来了 我还在那里为孩子 这是早点 他就这样说 走吧 你走不走呢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气话 我当时叫你起床 你不起床 你现在在又催我 我说不去了 我就这样说一句 他就走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还这样说 你要来你自己来 我自己去我怎么去啊 我说你来不来接我 你不来接我我就走 他不来接 你那个是赌气出去了 赌气出去的 好 我可以理解这个原因 但是他说的跟别人去 有这回事吗 有 是跟别人去的 跟的是我QQ上的网友去的 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 所以你选择一个男网友出去 你的目的是 只是有个人带着你 对 不代表什么 在这个男女关系方面 他一直那么敏感 那你这次赌气出门 你还选择跟一个陌生的男网友出去 你没想过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毁灭性的打击吗 说白了一句 那次走 我压根也没想着回来 因为他这个家 没有知道我留恋的东西 除了两个孩子 我在你心目中就是保姆 我生病 我累了 你都不去照顾我 那为什么这位所谓的网友 会跟你丈夫说那些不堪的话 因为他跟别人打电话 永远是威胁的 别人跟他说的话 我可以这样说 70%以上都是故意说的 夫妻知道贵在坦白 你们要结婚之前 我不管 结婚之后我们要终成 所以结婚以后的这一件事情 跟网友出门的这件事情 是深深刺激到 网友那个我打击是最大的 我养三个月才 才有这种阴影才走出来 我心里面创伤是很大的 但是我没感觉了 你离家之前 你对他有除了他在怀疑 这个问题上的不满 还有其他不满呢 在工地上住室呢 他就安排这些人 住这些室 然后他老人家 就跑到网吧里去玩 他请来的工人 是多少钱一天的 反正我拿了你这个 多少钱一天 住多少室无所谓 我就有时候去工地上玩 人家就说 你老公又去网吧了 网吧就是他的家 我去过网吧 但是跟他说天天去过 不会 要不就打牌 你全说实话可以吧 这是实话 我在这里说了一句谎话 我会照报应 要么就在家里睡觉 要么就晚 他早上基本上是 不睡足 他不起床的 你怎么知道 我在家是睡觉的 你在家里睡不睡觉 可以问你父母 这些年来 我在工作上 我做得怎么样 自己评价 觉得失败 心里面总是牵挂着 他会跟别人家 怎么样就说 那种心事 没有百分之百地 去投入那种工作去 如果他和异性朋友 保持到距离 就OK了 宇先生 他今天的诉求是离婚 为什么呢 就是我怀疑这一点 我叫你不要 你叫离婚 你离婚 你可以过 我也可以过 小孩可以 小孩只希望父母 都在家里 一个家圆圆的 你回来 这个家已经圆圆了吗 因为他不准我回家 然后我就 待到门口里面 都踢着他那个门 听他叫妈妈 我一走 他就开开心 他说话 最高听得到 因为我在门口 你就躲在门口 对 躲在门外 我会坐那边 车位上养根烟 等到一两个小时 坐一下 看仓户 他们关灯睡觉了 然后我在这 你是怎么想的 没感觉 孩子们呢 没他在 我感觉 我跟孩子更开心 只是希望他 不要跟那个异性 再继续下去 不要再玩 不要再玩感情 就这么一个原因 就这一点别的没有 今天仍然是这么看待的 对 李玉先生表现得非常矛盾 一方面 他为了孩子不想离婚 另一方面 他又对妻子 与异性的交往 完全不信任 而李女士 则始终抱定 离婚的想法 此刻他看起来 似乎很无情 但事实上 他也不想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李女士说 回想当初 他可是不顾 双方父母反对 冲破重重阻力 坚决要和丈夫 走到一起的 他们一家人都看不起我 说我配不上他 他们前面我长得丑 前面我长得黑 找他 我妈妈是不同意的 我跟我父母 赌鸡走在一起的 曾经他们不顾一切 认定彼此 如今却面临信任危机 他们这段 来之不易的婚姻 今天能否迎来一线生机 观察员们 会如何分析 其中的问题呢 李学生 你是担心 李女士过得不好 还是担心 李女士变得不好 哪里是变不好 看起来 这都是一种在乎 但是这两种在乎 性质是不一样的 你是至少是 百分之九十的 是担心她变得不好 而不是担心她 过得不好 这就是你 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的是 你婚姻的完整 在乎的是 你男人的尊严 在乎的是 你有一个家 但是你要知道 婚姻的基础是 首先是在乎她 你才有可能 到后面在乎家 在乎孩子 所以说 从你们婚姻一开始 你就戴上了一副 浅绿色的眼镜 你用浅绿色的眼镜 你用浅绿色的眼镜 在看她 好了 当她真的犯了大错以后 你戴的是一副 深绿色的眼镜 在看她 问题是 绿色镜片后面的她 是不是 你想象的那个她 可能她跟你的人生的观念 不完全一样 交友的观念 也不完全一样 比如说 你刚刚讲的 有个男的什么天天 接她上班 什么的 如果说你没有查到 这个男的跟他有别的 有什么不亲不淑的关系 那么你这种怀疑 那就是戴绿色眼镜了 你觉得这样子活着 你不累吗 如果说 你希望林女士 她对人接物 人际关系的交往的方法 能向你这边靠近 原则性更强一点 不是不可以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去关心她 去体贴她 你扪心质问一下 你真的对她够好吗 也许是我不够好 南方 很爱这个女人 也很爱这个家 很爱孩子 但你恰恰抓不到点 你并不知道你妻子 一直在为这道婚姻做努力 她的同事 准备装修金房 你的妻子打电话给你 她刚才有一句话 我很感动 我想让她能赚点钱 她真正跟这个男的 有什么关系 还会叫自己的老公 来做事 来赚钱吗 你呀 你是老子进了水 你的妻子是在慢慢的 向你靠路 你根本就接不到 对方的信息 你对她的怀疑 就像一瓶冷水 从头交到了脚 出了问题以后 不是第一时间 去跟妻子沟通 采取 闹 闹到单位 闹到她领导那里 你说这尴尬的局面 谁能把困得住 假如说真的要走下去 靠你这样捆绑妻子 靠你怀疑她 靠你控制她 靠你紧紧的死拽住她 那是没有用的 你整天的一颗心 就挂在你的妻子身上 表面上看起来是爱 但是你的妻子 她是受不了的 知道吗 夫妻之间没有信任 那家庭是没有和睦的 那你就很难走下去 你有些做法是要调整的 你要出去多赚钱 孩子要钱用 你告诉我们说 你牵挂孩子 一个人会悄悄地 走进小区里面 哪怕就是看一下 家里亮着的灯 哪怕听下孩子的声音 你的心里多安稳了 我可以出去一下吗 你想出去一下是吧 观察员廖喜玉提及孩子时 触碰到了吕先生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他情绪激动地走出现场 眼面哭泣 他想为了孩子挽回婚姻 可是对于妻子和异性交往一事 他又无法接受 他陷入纠结之中 无法自拔 他就是叫他不要去 他好好的跟 我跟你讲 如果他说他来的不好 他什么都好 就是合理意思 他叫他来听话 他说他不来 如果他跟他有什么 人家还可以叫你来打个话 那去跟他做事赚钱 你反省了 你反省了 等口啊 能把这段婚姻没有 你就有事 但是他发态确实错了 你觉得他不是 我想到 你想到 我帮你说他 观察员廖喜玉 不停地劝解吕先生 在他的安抚之下 吕先生整理好情绪 再次回到调解现场 而对于他的心态 观察员们 给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对于吕先生 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 我觉得表现得很抓狂 但实际上内心是很软弱的 矮小卑微的 你对你的妻子 那种情感上的依赖 依赖到虐的程度 你在虐自己 你也在虐你的妻子 然后呢 你反复强调就是 非常看重 这个家庭的完整 因为你没有做好 对 面对不完整的这个准备 也就是说 在这一块 你是没有成长和成熟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并没有 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去看看我自己心里 到底怎么了 我要怎样去提升自己 你在两个孩子面前 你要做怎样的表率呢 是一个软弱的 还是一个成熟的 坚强的人呢 还有呢 如果一个家庭 他没有爱了 即便是他是完整的 在孩子他感受不到爱 他会得到健康成长 所以你很紧紧的抓住 这种虚无的完整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二位好 我们在一段婚姻里 无非需求两个点 一个点感情 我们之间要有感情的 互相流动 互相的给予 我给你 你给我 从感情这个角度 你的妻子说了 一 对他极度的不信任 二 对他极度的不关心 所以在感情这一块需求上 他落空了 李先生 你说 这个多疑 或者你认为 他和男性正常交往的标准在哪里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标准 对吧 那么 他的标准 和你的标准 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好 欢迎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是什么 经济 养家糊口 他在现场所表述的是 我的丈夫 好吃懒做 经常打牌上网 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上心 你就想想看 在这两点上 你做的怎么样 如果不够 你需要再鼓上什么 然后 李女士 我个人觉得你有一个性格上的问题 关键时刻很糊涂 糊涂之后很被动 在你选择跟他结婚的时候 当时你就说你们家人是不同意的 你用了一个词 你叫做赌气 这是不是选择的时候很糊涂 而且是关键的时刻很糊涂 再说一个事 你当时跟李先生闹意见了闹矛盾了 好 你说我当时就跟着一个男性朋友 直接就去了青岛 这也是关键时刻很糊涂 对 你看 这都是人生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结婚 还有婚后你的一些行为 不是说你跟这个男性朋友一定去干了什么 但是本身这种行为 在你丈夫看来也好 在我们这些败人看来也好 这行为明显的很冲动 带着一些报复的快感 带着一些一去不复返的所谓的潇洒 和不顾一切 在那一刻 其实你就可能会由一个受害者 变成了一个压害者 所以说 希望你能够在很多关键的时刻 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成熟的 处理问题的态度 希望能够三思 观察人李小云提醒李女士 在处理婚姻问题上要成熟理性 对此 观察人陈兴东也表示 余先生之所以会如此这般不信任妻子 是因为李女士在人际交往中 没有把握好分寸 李女士 你结了婚以后 丈夫对你这个方面特别在乎的时候 那么你有没有调整一下你的这种人际关系 就是你去山东回来以后 既然发生了问题了 而且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人生的态度 或者你的性格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才有可能消除他对你的那种怀疑 包括他内心所受的那种伤害 可能在这方面你的改变也不大 你们两个的关系最后还是处理不好 导致分局了 对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一点 有一些尺度有些原则 那是必须要把握好的 你不能完全由得你的性质 你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李先生呢 你们的核心不是讲一些道理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就舒服了 他的核心是情感 因为长在他面前的是对你的感觉 现在这种感觉破坏的比较厉害 你有一条红线是很容易踩到的 在他所谓的跟其他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他显得有问题 但有一些情况明显他没问题 如果你踩到的恰恰是他真没问题 而你还是那一种反应的话 你对他的冲击就是致命的 你这不就是把你们两个关系越偷越远吗 你就忘记了 原谅就要像原谅的样子 想在一起 那么就请拿出你的情感和吸引力 接着我要跟你女士也说一下 是我冒昧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自己长得没他好是吧 对 这是我从小的自卑 我认为一个自卑敏感 这么的一个孩子他会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他会变得特别的谦和 特别的顺从 另外一个方向他会变得容易焦虑 并且对抗 这点李先生一定要听清楚 当李女士在身边的人这里 放大了焦虑 放大了对抗 同时他在别人那里被接纳的时候 这里面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价值啊 存在感啊 自信啊 你作为丈夫未必在这两块给到他 但是另外一面李女士 你在跟别人的这个接受当中 其实更多的是以女性的因素 获取非常少量的欣赏 而未必是用情感 心灵相通 没有资源 运气不好 这个时候就反思 要开始掉转船头 收拾收拾 当前有哪一些其实是要去珍惜的 其实你们俩都有反思 比如说李先生的反思首先体现在 她突然发现一个完整的家庭 以及对孩子们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李女士 你的反思体现在你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所以我只能这样说 在一片混沌当中 对方这一棵难看的树上 有没有长出一些反思的叶子 希望你们俩弄明白 之后再去说在不在一起 我接下来把密室里面去交流一下 好不好 大家都冷静一下 挑剂员胡建云希望夫妻俩 能够先进行自我反思 再来解决婚姻问题 那么他们能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 密室中观察员廖喜玉和李女士进行交流 他希望李女士能够认识到 在处理人际关系中 他有些地方确实没有照顾到丈夫的感受 李女士表示认同廖喜玉的观点 廖喜玉认为李女士需要一些时间 调整自我 同时也希望她能给丈夫一些时间进行反思 做出改变 李女士认为丈夫之前移生移轨的态度和极端的行为 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她难以想象继续和丈夫在一起 会面临多么糟糕的生活 而且在这分区的四年时间里 她也曾给过丈夫多次机会 可是并没有看到丈夫的珍惜和改变 而在另一边的场上 李先生表示她想要挽回妻子 是因为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为什么还努力呢 对此观察员李小云指出 李先生想要为孩子保住家庭 必须解决他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信任危机 你妻子刚才在台上 她说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 我不喜欢她这样 一直这样就是这么监视着 我一直对我的所有东西一身一跪 她觉得很压抑 她一开始就跟别人耳断失联 你怎么不从这一点抓一下 来说一下她 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她耳断失联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以前的朋友 我开始就说了 就是你说她跟以前的那个朋友 她耳断失联 她对这个家庭不忠诚 她那个 好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 李先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跟她生活在一起不累吗 不痛苦吗 但是我确实是喜欢她 我是爱她 所以我希望她改掉 我希望她意识到婚姻的严重性 不是她 是你 我是吧 我们现在是觉得 你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 你意识到了没有 你要想清楚 你身上有什么问题 李先生一边想要挽回 妻子 另一边却仍然在 举责妻子 不信任妻子 对此 观察人李小云 希望她能搞清楚 自身的问题在哪里 明白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哪里 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开导 李先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也反省 我缺少关心她 嗯 我会继续去努力 因为我公司一马 我可以讲你九千对吧 嗯嗯 这个我才能做一个最大的努力 现在是总统在谈那里 意思是说 我自己去努力 那么 面对这个已经自我反省 并表示 要去努力打拼的丈夫 李女士是会坚持离婚 还是重新接纳呢 而对于妻子的决定 李先生又将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我还是坚决的 说实话 这么多年 她疼我 我心里是有数的 只是方法没有用 对 爱过了头吧 我知道我有错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人嘛没有十全十美的 既然找到这一步 你也解脱 我也解脱 我也希望你以后幸福 我尊重她那个 如果她可以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可以让我去看小孩子写婚 要是我们两个离了 我希望孩子是我带 但是她来看孩子 我绝地不会说去阻拦这方面 可以 我会按我的努力来弥补 所以说缺少关心 在经济方面我也会努力去掌揭 以后就是我们离了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 最好还是给孩子一种比较温馨的场面 为在孩子面前 你们彼此都为对方做比较好的解释 做一个美好一点的解释 我觉得也很重要 行 那就加油 有心态就有未来 谢谢 李女士最终选择离婚 李先生也表示坦然接受 虽然他们不能携手一生 但在离开的时候 他们心平气和 把曾经的夫妻情分 留在了心底 也努力减少对孩子们的影响 都说信任是婚姻的基石 有时候对信任的期待 多一分是约束 少一分则是不安 如何把握这个度 就需要婚姻中的人们 多在乎彼此的感受 给予彼此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